C1 或者是偶爾 有沒有? 打一個偶爾 偶爾什麼呢? 偶爾f1 那就把這個再複製一下 空一個貼上 把這邊改成f then 然後做什麼事 ent兩下 打一個endif 因為有if就一定有endif 好 那如果這一件事情發生的時候 也就是說 c1跟f1 其中有一個 裡面資料有改變 如果有改變的話 而且是c1跟f1的話 那我就做什麼事呢? 去呼叫 萬年曆四 把剛剛這個 前面再tab鍵一下 打一個call call什麼呢? 萬年曆四 這樣就ok了 特別注意 以前為什麼要叫各位 把程式寫在模組 如果你寫在其中的一個工作表裡面 別人是呼叫不到的 如果你寫在模組 大家都可以呼叫 ok 所以到底是這樣 因為有很多同學以前也是亂點 然後點了之後看白白的地方就亂打 打完之後就不能跑 那原因就是 反正你就寫在模組 就共用區就對了 好 那做完之後 看一下有沒有ok 那因為他不是按按鈕 所以呢 什麼時候work 你去change他 裡面的詞 那我建議你可以在這個地方 設一個中斷點 為什麼? 因為設一個中斷點之後 你可以足行去瞭解 到底他傳給你什麼東西 其實也是一樣 以後無論你寫VBA這樣 反正就是不要急 因為這東西 一定不可能馬上學會的 哇講的太白了 因為這東西是需要醞釀起的 因為我這個有些東西 雖然我現在講的 講的可能三言兩語 可能這個三言兩語經過是很多天很多天 甚至很多年之後 我才知道原來是這麼一回事 那剛開始其實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那為什麼我可以當設計師呢? 因為接案子就這樣 先把案子結束掉 就對了 所以很多設計師你問他什麼 他其實你不要再問他了 因為他其實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結案了 各位知不知道這個道理 這個 這個 因為有的時候是 要趕快結案嘛 對不對 那所以有的時候是這樣 就是 反正就是可以執行 沒有問題 先這樣就OK了 是 我要去做 好